揭秘,竖图变横图,简单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在网上经常看到会有人教你怎么把竖图变成横图 把竖图变成横图无非两种方法 一种是用储存选区的方法 另外一种就是内容识别的方法 那么这两种竖图变横图的本质上 它都用到了一定的内容识别 不管是你把人物储存起来保证它不变形 还是说用扩展之后用内容识别它的区域 都是用到内容识别这个原理 而内容识别我之前有详细的讲过 它是根据你周围图片像素的情况来给你进行一个智能的填充 好,那么这边准备了一些照片 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 那是所有的图片都可以把竖图变成横图吗? 当然不是 比如说我们用这张举例子 好,我们先把它画布给它扩大 好,那这时候我们用选用工具 把两边这个空白的部分给它选择出来 Shave加F5 选择这种识别电影确定 那先等待一下让它识别完成 好,这时候大家看一下 这张竖图变化的非常的完美 对不对 好,那么同样我们这准备了其他的三张照片 这张,这张,这张 这两张依然可以完美的把它竖图变成横图 为什么?它的背景是非常简单的 跟我刚才一样,一个内容识别就搞定了 但是对于第三种 你看人物,它的后边是复杂的树叶 并且这张图片其实不算复杂 比它复杂的图片多的去了 如果说你用储存选区 把人物储存起来 那你后边树叶你进行拉伸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变形? 一看就是要是假的 而同样如果说你用我刚才那种方法 那种识别的话 我们用右边来做一个实验 ShiftF,让它识别一下 好,这个效果大家也看到了 一看就是要是假的 对不对 好,那也就是说 把竖图变成横图 你想做到完美的修复 或者说很多新手从来没接触过PS的 你对这种简单有规律的背景 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说对这种复杂的背景 你是需要有一定的修图功底 利用图片上的元素给它做一个修复 才能把竖图变成横图 不要妄想所有的图片都是一键 就可以把它从竖变成横 从横变成竖 没有那么简单的 搞定了 你学会了吗 这是看起来的 你这点是什么 我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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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好感应 我看起来的